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二零二三新年發下豪雨 用異次元來形容少子化 嚴重程度 前所未見 本部級岸田政府四月端出育兒補助 東京搶先宣布 十八歲以下未成年 每個月通通可領五千日幣 將近臺幣一千二 而且第二胎兩歲之前免費脫嬰 各級政府大撒幣 因為去年日本新生兒 估計首度跌破八十萬 人口問題衝擊經濟 畢竟二十二年光一到十月 出生前死亡 總人口少掉六十一萬 勞力破洞越來越大 招募外國人才到日本工作 或是以大量機械取代人力 甚至鼓勵婦女進入職場 想方設法勞工問題 還是難改善 回歸原點生育率才是最大變因 但放言整個東亞包括台灣 都看得到少子化人口危機 不想生沒前生 最早開始處理少子化問題的日本 生育率一點三 已經是東亞高標 超過中國大陸和台灣 而南韓生育率更是連一都捧不到 相比德國1.6高生育率 差別到底在哪裡 鼓勵生育是要改變環境 對生養小孩更友善 日本少數人口正成長 也是關東移居票選第二的千葉縣 劉山市就在大車站旁設接駁車 家長托嬰只需要訂點接送 父母帶孩子去那間駕駛 然後從那間駕駛 我們帶走車子去 通過孩子去那間駕駛 另外劉山市還駕設 臨時托育支援系統 這裡 怎麼回事 社區互助少少費用 上班族就不用操心 小孩誰來顧 劉山市下一步是化身衛星城市 吸引企業進駐 減少家長通勤時間 從劉山市的例子可以看到 有時候不一定只能發錢花大筆預算 聰明改善育兒環境 或許也能慢慢扭轉少子化危機 TVN新聞座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